火車站裡擠滿大批旅客 都是為了搶搭火車 有人要到機場準備出國 還有人是被雨鎮嚇到一夜沒睡 堅持趕到車站要搭車回家 但也來聽旅客訪問 事實上昨天受到好雨侵襲 台鐵河人重得路段淹水 甚至還有落石導致軌道受阻 結果經過搶修 今天凌晨三點恢復雙線通車 沒想到之後雨鎮不斷 為了安全起見 列車將有延誤情況 尤其首班列車影響最大 而花蓮火車站一早 就出現不少旅客來碰運氣 有的是為了趕到桃園機場 準備出國 也有來自大陸旅客 被雨鎮嚇到一夜不敢睡 也有一對姐弟昨天來花蓮找朋友 本來當天下午要回台北 沒想到遇到雨鎮沒有通車 一大早趕到火車站 想要搭車回台北 不過火車一再延誤 擔心回不了家 旅客擔心在發生地震 只希望能趕快搭上車就好